哈喽大家好 上个视频我们为了做点心熬了一罐猪油 今天我们首先用它来做黑羊酥 黑羊酥就是芝麻馅 那芝麻馅用在煲汤圆的时候比较多 但它其实也可以做其他的点心 像之前我们做的糯米油炖子也可以用上 那其实最上层的黑羊酥是应该用生板油来捏的 如果你买得到的话 你买回来把那个板油上面的一层一层一去掉 然后用刀磨成一颗一颗小粒 就这样生板油黑芝麻糖一起这样捏 硬捏捏到它糊掉化了 这就是最上层的黑羊酥 那现在我们买不到生板油嘛 所以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用熬好的猪油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工作 我们先把猪油化开 200克的猪油 150克的糖 100克的芝麻给它打碎 如果你不嫌麻烦肯花功夫的话 芝麻用擀面杖压碎 压出来的会更香 就这样用擀面杖碾 只是碾久了你这个手掌会痛 所以如果你做多的话你就一半一半 你可以一半用机器一半用手工 这样你就可以省力一半 压成这样就可以了 三合一拌匀 拌匀后就放冰箱 放冷藏就好 让它变硬实一点 冰箱你拿出来就变得比较硬实了 我们就把它搓成一个一个小圆球 那确切讲呢是用捏的 大小随你心意 我这个大约在10克一个 最后呢泡一个袋袋放冷冻 这个时候它都能滚了 一颗一颗很坚硬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放置塑料袋 或者密封的容器里 谁用谁拿 这样一颗一颗弄好 那我们包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不容易破皮 因为我们不熟手嘛 一年就包个几次 或者是几次 所以都花一些时间 给自己带来方便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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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